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139节 云叶的牙刷毛掉光了 现在呢入乡随俗的用柳枝子做口腔清理 他让家里用猪毛做了几个牙刷 没人用 说是一股子猪骚味 云叶今天呢就没打算干别的 就是准备躲在家里悠闲一整天 如果星月在家里伺候那就最好了 他很怀念昨天的手感 客人们都走了 御师老傻也是被两位夫人给嫁回去了 云府五十多度的酒 岂是浪得虚名 书院里的学生也就早早的回了书院 如果早上点名发现他们不在 刘县会让他们尝尝书院守则的厉害 真要命啊 刚起床就发困 嘴张的像河马一样还流眼泪 奶奶说呀 这是在边关劳累过度所致 需要好好休养 奶奶说的一定有道理 虽然云叶认为自己在草原上躺着的时间远比站着的时间长 远没有奶奶想象中的那么操劳 吃了几口小咸菜喝了一大碗粥需要出门六个弯 旺财早就等不及了不停的在门前晃悠 揉揉旺财的肥肉叹口气怎么就吃成这个样了呢 好好的一匹马快成猪了 现在必须尽快让他把肥肉给减下去 要不然会影响旺财的寿命 把马车套在旺财的身上 虽然不习惯 旺财还是表现出了良好的福同性 马车是轻车 就是只能坐两个人的那种 没有家里马车的繁琐 坐到了最简练 那简直就是一匹马 拖着一个双人沙发在跑 细而高的车轮轻快的碾过石板路 发出轻微的咯噔咯噔的声音 如同坐在火车 旺财就不需要人来控制 似乎知道云叶想要干什么 沿着山间的小路就上了山 小鸭非常兴奋 他还是第一次坐这种奇怪的马车 抓着车门不停的往外看 往日还有些荒凉的山谷完全改变了模样 一座座小楼掩映在松柏之间 红色的砖墙 红色的顶瓦 整个房子像是一团火 窗户是白色的 上面呢 蒙着半透明的窗户纸 有奢侈的人家 就用最薄的瘦皮 来蒙窗户 瘦皮呢 会透过淡黄色的亮光 远不是窗户纸 可以比拟的 现在小楼里似乎都住满了人 不时的有女眷站在楼顶四处张望 这比蒙在高墙大院里墙太多了 唐朝女子是彪悍的 看到云夜和小鸭驾着马车过来 纷纷往这边看 有胆大的呢 居然挥手致意 小鸭立刻就兴奋起来 站在座位上跳着脚给楼上的女子挥手 还大声的喊 星月姐姐 你快下来 我们一起玩啊 马车可好玩了 一边喊呢 一边抓着缰绳 让旺财停下来 原来是星月 怪不得会这么大胆呢 昨天好事没成 云夜懊悔了好久 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啊 看着兴奋的小鸭 云夜就知道 今天呢 一定没戏 有这个小拖油瓶子在 有机会 那才是怪事 很快穿着长裙的星月 就带着丫鬟呢 来到了马车跟前 好奇的看着这个新玩意 马车没有方棱方角的地方 全都是简洁的 糊涂造型 没有老式马车的笨重 看起来很是舒服 最适合春夏交友所用 可惜就是地方太小了 只能坐两个人 星月和小鸭挤在一起 丫鬟和小秋 只好撇着嘴自己回家 车轮又开始转动 云夜看着星月高耸的胸部 醋暇的一笑 惹来两颗大大的白葡萄 还有呢 这胳膊上的剧痛 强忍着不作声 小丫头抖着缰绳 催旺财跑快些 旺财的精神似乎很好 拖着马车就奔驰了起来 旺财越跑越有精神 不时的呢 还叫唤两声 小鸭激动的满脸通红啊 小手抓着缰绳 不停的驾驾的催着旺财 旺财呢 却不愿意跑快 那样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呢 只是迈着小步 在山间荡漾着 三月的春山 满目都是鲜嫩的绿色 云夜这半年 看够了草原上的枯黄 现在伸出绿色的世界 让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开始欢呼 云夜的马车 穿过了书院 却没有停下来 他还没有欣赏够玉山的春景 那几个糟老头子 哪有春天的花鸟好看呢 看够了 再去不迟 这三天过后 想要找个悠闲的时间 都找不出来 今天呢 既然出来了 那就得玩个痛快 也补偿一下 星月一个冬天的辛苦 他整个冬天 几乎是在云家度过的 老奶奶给他把云家大大小小的事啊 抖了个底朝天 现在云家上下见了星月都喊少夫人 估计说一句话比云夜说的都好使啊 不知何时呢 两人已经依偎在了一起 这里 见不到外人 小鸭忙着拉缰绳 赶马车 虽然旺财不听他的 他依然感到非常起劲 和星月对视一眼 眼中 蕴满笑意 旺财累了 胖胖的身子上 全是汗水 停在河边 喘着粗气 担心他受凉 把旺财啊 从马车上解下来 云夜拿马车上的抹布 给他擦拭 星月呢 也找了一块布 帮着擦 你对旺财真好 比对我都好 星月撅着嘴 有些吃旺财的醋 旺财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伙伴 为了我呀 他还受了伤 这是我欠他的 在荒原上 我就告诉旺财 将来一定让他吃香的 喝辣的 做不到 怎么行啊 寥寥垂下的头发 隔着旺财 对星月笑了一声 你是一个长情的 这我早就知道 谁对你有恩 你就会百十倍的抱回去 谁对你好 你就会对他也好 爷爷告诉我 说书院里有一位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想跟我提亲 我就想 会是谁呢 怎么猜 也没有想到会是你 虽然 你也是年轻人 但是 我曾没有把你 和书院里的年轻人 认为是同一种人 难道 你会认为我是一个老头子 云叶看看自己年轻的双手 看不出这哪里老了 星月不回答 自顾自的说 那天早上 爷爷说 想吃些野菜 要我去那片草地上挖些回来 这个理由 用的有些无理 爷爷从来就不喜欢吃野菜 他那几年 吃怕了 猛人间 要我去挖野菜 我就知道会有事情发生 结果呢 就遇到了你 云叶很少和女孩子谈心 但是上辈子的经验告诉他 现在闭嘴听他说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那天 你没有穿棉衣 只穿着一件书院的长衣 就在那里看着我 看得我的心里好乱 要不是有小鸭在 我都想跑了 星月揉着鼻子 不愤的对云叶说 我又不是妖怪 我在那里很有礼貌的和你说话 你跑什么跑啊 这话说的云叶很受伤啊 连最好的状态都拿出来了 他见了却想跑 这对云叶是一个惨重的打击 谁让你对人家笑的怪怪的 差点以为你是登徒子 别糟蹋人家登徒子了 人家就是一个爱婆娘的丑男人 和自己的丑老婆生了四五个孩子 怪宋玉屁事啊 用得着写文章骂人家吗 害得都过了千年了 乌鸣还洗刷不干净 我看呢 你们都是看宋玉长的漂亮 所以呢 都帮着那些家伙说人家登徒子的坏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一篇登徒子好色富彻彻底底的把一个爱家的好男人彻底毁成了一个好色之徒 这是宋玉造的孽 兴玉看着灵力 实际上呢 嘴愤 只要说不过 就会动手动脚 小鸭跑去河边 看黄鼠抓鱼 兴玉没了顾气 自然是咬牙气齿的扑到云叶身上乱挠 结果他胸前呢 又遭到了袭击 云叶看着手背上的红印子 黑黑的吟笑 女人和男人打架 那还能占着便宜怎么着啊 脸胀的红红的星月 实在是受不了云叶这传字后世的绝世武学 把怒气啊 都撒在旺财身上 揪着旺财的耳朵不松手 眼看着他的长耳朵 就要变成三个了 旺财还不敢反抗 欺负我兄弟 这怎么行啊 云叶冲上前去 把星月抱起来 扛在肩膀上 罩着屁股就抽了一击 惊得星月是大叫一声 又赶紧捂嘴 有本事 你就喊 今天本大王下山 那就是来抢你这样的美人的 不抢个十个八个的 绝不回应 云叶很怀念 刚才的手感 找机会再来一下 唐朝女子就是好啊 一巴掌把星月抽得全身发软 哼哼唧唧的不动弹 也不说话 软软的趴在云叶的肩膀上 回气 哎呀 婆弃兄 今天春日荣荣 小弟出来散心 没想到 在这里会遇到不弃兄 与美人相续 与水滨 真是陷上旁人呢 一个公鸭嗓 从旁边过来 还没等云叶反应过来 星月一下子 就从云叶肩膀上跳了下来 眼着脸急匆匆的跑了 这几天呢 看来是没脸见人了 云叶大怒 这谁呀 这么没有脸色呀 在老子与老婆玩的开心的时候 大啥风景啊 陪老三 这混蛋居然也穿了一身书院天青色的长袍 正在人模狗样的在那尸里呢 看到云叶的火气更盛 去年回京的时候 就是他和自己一起啊 打算去麦基山 偷两个佛像玩 结果呢 被谭音老和尚给抓住了 这混蛋呢 立刻就把自己给摘了个干净 标准的墙头草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旧恨辛仇 岂有放过之理啊 陪老三 什么时候到的书院呢 我作为书院的院判 为何不知 云叶打着关枪 哎 我的好兄弟啊 这不是才从龙幼回来吗 这家里啊 呆了还没有一天呢 就被爷爷给打发到书院里来上课了 这不是看见云兄邪美出游 哎 小弟前来见识一下 嘿嘿嘿 哥哥好手段 小弟佩服 话说的没问题 就是几眉弄眼的 让人讨厌 抱头 蹲起 云叶吩咐 陪老三 老师的威严不是盖的 陪老三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 还是乖乖着抱着头蹲了下去 云叶跳起来就是一顿暴揍啊 拳 脚 掌 肘 膝盖 只要是有用的地方 全都给用上了 打了半天 手软脚麻 扶着望财 只喘气 这陪老三呢 莫名其妙的站起来 这混蛋除了头发乱了一点 居然是毫发无伤 云叶再看看自己的手呢 全是血呀 膝盖 肘子 那全都疼得厉害 估计啊 早就瘀青了 上下看了这家伙两眼 扑上去 把他的外袍解开 果然 这混蛋居然穿了内甲 上面呢 全是密密麻麻的铜钉 云叶软软的躺在沙滩上 打人没占着便宜 这比被打还丢人呢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啊 怎么就遇见这种游山玩水 还要穿铠甲的变态呢 云叶不想躺下 只是这脚疼得厉害 哎 这云凶 这是为何呀 哎 小弟 哪里惹得云凶不快 这一上来就先揍我一顿呢 难道说这是书院的下马威 你先告诉我 为何到书院还要穿铠甲 啊 小弟昨日回京 在棉春楼与友人相会 小弟这边的歌姬美貌 有个不长眼的前来挑衅 小弟的脾气 哥哥也是知道的 哎 哪里受得了这个 所以呢 就和有人把那个家伙的腿给掰折了 没想到这家伙 还来头不小 是 窦家的小公子 人家爹妈找上门来了 爷爷一怒之下 就要小弟到书院学习 有事没事呢 都不许回家 说起这事啊 陪老三是一脸的得意 不可能吧 要是只打断了腿 能让一位国公去找另外一位国公的麻烦 这里边有问题 得问清楚 听说 听说哥哥一到长安把一个不长眼的家伙弄得武之俱飞 小弟心向往之 自然是有样学样 不过小弟胆小 没敢下死手 只在那家伙的要害处用链子锤 擦了两下 云叶手都在抖啊 谁家喝花酒还带着链子锤啊 子孙根挨了两链子锤 那还能有好 那锤头上可都欠着狼牙钉呢 斗家是什么人呢 李渊的皇后就姓斗 贝州清和郡旺族 在河南山东那都有极大的威望啊 仅唐号就有两个 一约和氏唐 一约承恩唐 祖宗世系可以上朔到夏朝啊 那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巨罚呀 远不是何清卢家可以比拟的 你疯了 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 你陪下惹得起这头老虎 你爷爷啊 就算再和太上皇交情莫逆 那也架不住你这么干呢 说到底啊 都是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 如今看他几乎走投无路 立刻气就消了 只剩下担心了 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严重 不过就是兄弟给他偿命就是了 还能怎么样啊 哥哥如果觉得这事担不住 小弟这就回京城 任凭他窦家发落就是了 陪老三似乎还没明白这事情的严重性 这事已经不是赔一条命就可以解决的 那你爷爷怎么说呀 云叶必须了解他爷爷陪继的意见 如果陪继都没有好办法 云叶也只能放弃 这种城市的交锋远不是云家可以参呼的 估计李二都没办法解开这个死结的 窦家小公子将来可是要娶蓝玲公主的 云叶就不明白 十三四岁的毛孩子你上什么青楼啊 这会儿呢 就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辈子也和青楼无缘了 爷爷说万事有他 要我老老实实的留在书院里上课啊 就是发生了任何事也不许我回家 否则那就是被人家砍死 也是白死 陪老三终于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了 一五一十的把他爷爷的话呀 讲给了云叶听 那就听你爷爷的 好好留在书院 不要乱跑 不要出门 哥哥能做的 只有这些的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